蛤? 什麼? 你說什麼? 不知道 我不懂 真的說 你沒事吧? 在今時今日這個荒誕的社會裡 究竟怎樣才會說話 和真的會聽話 Pensy私密教室 和你一起打開天窗 說涼環 我在這裏生活 我交了這麼多稅 我輸了給這班有錢人 我永遠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 而我是不開心 所以就有普選 選你自己的特首 現在問題是任人而獄 這個天價是令你任人而獄 但你又死死地氣地去做 大家照樣跟 所以在北歐的國家 我忘記是否在芬蘭 都提出了一件事 應該每一個人 他有一個基本的生活費 應該由政府去給他 甚至我是沒有工作的 因為這樣我才可以保護到 每一個人有基本的生存權利 然後做到他想做的事 如果我們生活在這些國家 現在我們玩藝術的人 是不用死的 我們現在死 現在就死 現在就更慘 雖然你說 是否找少於以前 未必 但我們不是每個月都是這樣 可能拉運數 可能跟以前差不多 或者比以前還好 以前都不頂 但我真的 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被人拖薪 真的有嚴重 他真的拖薪你 不用一兩三個月 你就開始已經很擔心了 是啊 那時候你不會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譬如你不敢創業 就算我來這裡 我要租金租這件事 我賺到的錢回來 我就把租金都交了 那你為甚麼呢 就把那些地產霸權 那塊錢 一毛錢都代不到 我還要自己虧錢去做這件事 那時候一樣的 但是你會令到很多我的創業 我的創意 全部卻步 你不開心 全部都不開心 但是大家就死死地氣 我繼續跟著這條路走 為甚麼要跟著這條路走 這就是投資價值的問題 投資價值的心理 記住不要只是計算數字遊戲 是計算你的心理質素的價值 這個才是大價值 可能不要只想一些很有型的 有型計算數的東西 有時候你剛才說過很多快樂指數 健康指數 或者城市生活那些 人就是溝通 你跟家人的家的關係 剛才教授也要計算很多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也要想這些 不只是計算有多少錢 其實你自住的荷包 沒有多過錢 記住 自住的荷包也沒有多過錢 只是你在騙自己 但是你就為了這件事 我要去到六十多七十歲才退休 所以大家想清楚 那個投資價值 心理 Pensy 明天開始就不要再供層樓了 請問一下 既然是要去哪裡 找一家操作 找一家操作 這位最有的 可能是要注意力的 我會去找一家操作 請問一下